岸田首相發聲說 絕不屈服於暴力 而且打算用國葬 來葬安倍 日本人嚇壞了 怎麼會這樣子 他怎麼會有槍 只有我沒槍嗎 跟美國發生這種 大規模的凶殺案一樣 很多人說怎麼回事 怎麼他們都有槍 我沒槍 而且說安倍是超級保皇派 所以這個可能會動搖國本 安倍在日本還是分量滿重的 等我們再請教專家了 到底警備是不是有疏失 還是是政治鬥爭 鬼把他害死 到底怎麼回事 日本的網友說 日本和平到變笨 有那麼多警察人員在噴出 都不知道 以為沒事 因為太久沒發生槍擊案 所以你們以為都沒事 怎麼會這樣 第一槍還在那邊看 他倒下去了 第二槍才知道 日本因為槍支管制非常嚴格 所以一年因為槍的犯罪 只有九個人死亡 美國多少人 美國有39,740人 4萬人 美國一年因為槍死了4萬人 芝加哥一天就超過9個 日本只有9人 所以日本覺得 怎麼可能用槍來犯案 不可能 所以從來沒有發生這樣的事情 日本要申請槍是非常麻煩的 如果你想要申請一個槍 你代理到理由為什麼要槍 我多重要 或是我受到什麼威脅 然後你要受到射擊課程 你不能亂用 告訴你怎麼射擊 還要通過比試 拔場測試 精準都要95%這個有點怪 所以你要射得很準才跟你槍 不準不能跟你槍 所以如果拿槍放在那些都很準 所以需要達95%的精準度 而且要受到心理健康評估 毒品測試 有沒有吸毒 那還要做過嚴格的背景調查 有沒有犯罪的前科 有沒有個人有沒有債務 有沒有欠債 都要拿錢去討債 或是跟人家要債 有沒有組織犯罪是會幫派 你的親友關係 你雖然沒有問題 乾乾淨淨 你的親友有問題 也不可以 所以他檢查非常嚴格的 問題是他自己做一把 他現在自己假如就是用3D做 他根本不要去給你申請 不搞這個 因為這個時機很敏感的 剛剛聽到後天就要參議院選舉了 參議院的選舉 只剩下兩天 所以現在震驚了全球 日本首相岸田除了哭 也表示震怒 我們看看 日本前首相安倍遭席 正在巴黎島參加 G團體外長會議的 日本威務大臣林芳正 立刻被記者團團包圍 不過他一語不發 隨即搭車離去 而日本首相岸田溫雄 則緊急取消造勢行程 返回東京作陣 得知這不幸的消息後 首相岸田溫雄痛批 這是不可原諒的行為 安倍遇次消息傳出後 日本股會市出現劇烈震盪 日股盤中最高點原本大漲大約400點 但得知安倍重担消息後 五盤隨即下跌196點 來到26675點 而不過在換隊方面 日元卻是意外上漲 避險基金瞬間涌入 日本參議院選舉將在10號登場 傳出在野黨想要扭轉自民黨 一黨獨大的局面 安倍這次就是為了這場選戰 去幫同黨候選人助選 沒想到卻遭遇暗殺 由於投票再急 安倍遇刺事件對選情影響有多大 還有待觀察 自民黨說參議院選舉如期舉行 不言 說他是一個傳奇 是日本在位最久的首相 你去網路查 說日本按照在位最久去排 他是第一 他做了兩次 但是有很多爭議 但是關關難過 關關過 還是都過了 雖然他現在已經不是首相了 但是他在政壇的影響力非常大 而且他是日本的自民黨的 最大派系的頭頭 他叫安倍派 所以雖然他不是 但是還是國會議員 他還是眾議員 其實不是首相 還是眾議員 就像英國首相江省下來 他可能 他還是英國的國會議員 內閣治國家 另外就是 他是領導日本的派法政治 領導最大派法的 所以影響力 影響很多國會議員 影響力還是非常大的 他一家出了三個宰相 他的爸爸安倍晉太郎 曾經擔任過外務大臣 就是我們的外交部長 他的外祖父就是岸信介很有名 曾經擔任日本首相 他的外淑公叫佐藤榮座 也曾經出任日本首相 所以一家 還加上他 等於出現三個首相 所以別人說他的從政之路得天獨厚 但是不敵命運的捉弄 另外一個消息是 他前兩次下台都是因為 他壓力很大 有那種長的毛病 我記得上次下台的 沈醫生這邊跟大家解釋 說現在有醫界發明一種特效藥 吃了就好了 所以他最近精神非常好 還預備競選第三任的首相 來 陳教授怎麼看 首先最直接的當然是影響到 兩天後開票的參議院選舉 不是投票 今天就已經在投票了 他們上個月的24號就已經開始投 那叫期日前投票 投到10號來算的話 投了18天 所以10號 就是兩天後只是開票日 晚上8點 所以很多人都已經投了 統計都會出來 期日前投票利用的人越來越多 不用去高雄就可以在這裡投 高雄的票 另外百貨公司也可以投 超級市場也可以投 所以投票方便到爆 台灣也應該推一下吧 民進黨反對 兩邊都反對 國情不同 但是投票率仍然非常低 所以這一次我的判斷的話 如果對選舉會有影響的話 最重要的一點是投票率上升 沒有去投了 兩天前今天是禮拜五 最後兩天禮拜六禮拜天 禮拜天是投到8點 晚上8點 所以還有整整的兩天 可以投票的狀況 投票率會上升 投票率上升對於組織型政黨 有利 各位都知道 各位專家們都知道 所以對於自民黨 公民黨 跟自民黨一起合作的 一起執政的公民黨 那是一個佛教政黨 那更是鐵板一塊 所以那一部分的人 會整個被逼出來 而逼出來的話 在我們的想像裡面 因為這樣的事件 往自民黨 公民黨投的人 相對的話 相對上會變多 另外一個支持修憲的力量 就是日本維新會 維新黨 各位這樣認為就好了 在關係地區非常有力量 所以如果因為發生的地點是奈良 奈良是日本的古都 在京都之前是日本的傳統地方 這一次發生在那裡 也有一些意義了 今天有沒有時間講我不知道 但是也就是說 作為日本維新會的地盤的 關係地帶 發生了這樣的事情之後 當然投票率在那邊也會上升 那邊上升的話 往維新會投的可能性 相對的高 投票率上升的話 當然不是只有往某一邊投 但是因為投票率上升 所以當然本來就有勢力的那邊 更容易當選 這是數學上而已 不一定是這樣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在我的判斷裡面 投票率上升 至公的聯合會大勝 但是那個大要括號 大勝到什麼程度不知道 因為選舉制度的問題 不容易像眾議院選舉那樣 有選分式的勝選 但是更重要的一點 是修憲的三分之二的門檻 很有可能衝過去 在今天如果沒有這個事情的話 昨天我來講的話 不一定能夠破三分之二 但是今天來講的話 那個三分之二的門檻 無限的被超過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特別是今天跟明天的 新聞報導的狀況 還有網路上的反應等等 新的實情的發酵 都有可能影響到這部分 所以在我的判斷裡面 最大的影響當然是投票率 另外一個三分之二的門檻 會不會衝過去 發生這樣的事情 對你們這個政治人物 有沒有心理上的影響 說下次選舉要注意 不要到時候碰到一個 我想每個人都會有陰影 尤其台灣今年10月26號 九合一的選舉 日本在我的感覺裡面 其實是很 這個資甲是蠻好的 因為剛才那個張大哥也講 一年只有九件槍擊案 十萬個 美國有十萬千 在台灣當然這種選舉的槍擊案件 也是很少了 一千年大概三四十年的時候 彰化中南中部好像常常有 最近這二十年很少聽過 但是這個事情 因為如果說這個人是一個孤狼 就代表說是很單純的一個 但為什麼會用暴力去打日本全首相 這可能是網路上 或網路上感染了很多 這個人如果剛才如同 我們楊教授跟奶奶已經講 經濟條件也許會走偏鋒 安倍第二任當總理 是在2012年的下半年 我秀給大家看一個 他一開始不推那個三件 經濟三件 這個三件對日本的影響到底有多少 我拿兩個資料給大家看看 從2000年到2020年到2020 這是個人的所得 用美金來看 從他的上任的高峰一路下來 一路下來到一路下來到這裡 個人的所得是急劇減少 你去實際看他的內涵有一個貧富懸殊加大樓 加大很多 第二個日本的國力 這是日本的國力 在安倍上台之前 日本的GDP佔全球從8點多 逐漸下降到現在的只有5點多 國力下降 個人的用美金計算的財富下降很多 最重要的就是貧富懸殊的很大 這個是不是造成這個 這個不幸事件的一個問題 我想日本日後的媒體 會慢慢給我們這個答案 如果說他沒有政治目的的話 是一個孤狼型的 受到網路的影響的話 可能多多少少跟經濟會有點關係 還是說他的確認對方 不幸事件的貧富懸殊 但是他最重要的就是貧富懸殊 他可以在別人的貧富懸殊 向下降到貧富懸殊 是貧富懸殊 我沒有任何人貧富懸殊 是貧富懸殊 是貧富懸殊 我 是貧富懸殊 是貧富懸殊 你貧富懸殊